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各位晚安 我是刘祝华 金兔年封关了 台股写上史上最高的封关涨点了 银红盘要买什么 今天后面有两大主题来告诉你 开春的选股秘迹 到底谁现在长相最美 但是接下来休息九天的时间当中 美股哪一些的变数呢 最近数据表现好 财报也很佳 但是这个时候美银小摩 却对美国股市拉了警报 到底开新春 美国股市有哪一些的风险 还有同一时间大陆股市 今天降准正式的上路了 没有想到上阵指数继续的崩 今天继续的破底 大陆的股民灌进了美国使馆的微博 留言求求大家来救救A股 会拖累我们吗 今天请教四位专家 首先邀请到冠心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临终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七战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紫东晚安 主要好 大家好 好 台北股市在今天 金兔年封关 今天在台积电大涨了11块钱 搭配了AI 搭配了一些手机轴承的概念股 今天收涨了36点 收18096 量能今天增温到3220亿元 三大法人今天都占回了卖方了 似乎在整个应九天的廉价 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无碍今天的封关行情 亚洲股市先扫一下 今天涨跌互见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 亚洲股市当中 上阵指数今天中错了1.02% 持续的破底了 先来为您整理一下 金兔年封关有六大亮点 首先台北股市收18096 史上第一次收这么高 所以创农历年封关的最高纪录 而且第一次以万八的行情封关 连二红 连续第五年 封关指数收在一万两千点之上 金兔年总共涨了3163点 过去15年以来第二大的涨点 整体市值已经来到57.5兆元 以第二高封关 外资光是金兔年买超了1857亿 等一下为您整理 金兔年外资买最多的是谁 投信买最多的是谁 好 先来看到 这一整年金兔年来说 如果加上今年1月份 整个个股涨最多第一名的 叫做市纪 但是如果不算今年1月 其实涨最多叫做华城 第三名安国 银广 新门 定投控 具有 合正 市新 以及台湾民版 冠心 我先请教您 这是金兔年的十大表股 谁金龙年有机会在表 我想主要还是 可能是跟重点有关 因为毕竟像是华城跟合正 当然不可能说 这个去年涨那么多 今年会涨那么多 不一定 可是在整体的一个重点部分 因为毕竟黄金十年才进入第二年 所以重点还有可能 另外就是AI部分 事实上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波的一个巨油 还有市新 这绝对都跟AI有大关系 那市新现在是贵为股王 今年股价继续创新高 其实我认为 以这个再往上走的机会 我想还是蛮大的 好 所以这一张里头 第一个重点族群 在今年还有机会再涨 只是可能喷出的换人了 第二个是AI族群 领头羊看谁 今天冠军会告诉您 除了这十大的涨幅之外 今年兔年 金兔年 金兔年前十大跌幅的 排行榜跌最重是庭新 还有富邦媒 联合再生 要华要网家 万海 百合 汉磊 莉莉殿 以及华夏 这些金兔年没对中 而且跌最凶的 今年有没有机会破底番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 应该是这个富邦媒 因为近这个网购 这些这个应该电子商 应该还是一个蛮主流之一 所以跌了36.9%之后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反弹 不过其他部分 其实像药华药 其实药华药为什么今年会跌 就是每一年都跟你说 他会转贵为瘾 可是好像都没有 而且他现在 在以这个台股来讲 做新药的 他已经不是股王了 以前是股王 现在最近新挂牌的一支 叫做预展新药 他是连续四根涨停板 已经足足的是 把药华药给干掉了 所以我想 可能药华药反弹 恐怕也是还蛮吃力 另外包括像万海 可能今年 因为说今年航运还是不好 塑胶的看起来状况也是不太好 所以要反弹恐怕是蛮吃力的 好所以这些金兔年跌幅 比较重的金融年要拼的话 很贵的 没错 但是生技族群 我就问一句 金融年有没有题材跟机会 其实绝对有 现在只是说新药股的 股王换成当 甚至这些真的有赚钱的 我们之前讲过像是宝瑞 其实宝瑞去年最高是一千多块 今天的收盤价 应该是六字头而已 那宝瑞在做并购 所以至少都还有赚钱 甚至包括像是一气旧的美食 这个美食事实上 这也是都是有 应该说这去年的 获利状况都不错 我觉得这些公司 其实还有表现的机会 OK好 那在刚刚兔年个股 账夫第三名叫做安国 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盘中 神盾集团太精彩了 网友敲碗说 神盾集团要上演大场面了吗 今天就上演了 首先安国 早上一个价格 直接开锁涨停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你上个厕所回来 打到了跌停 要走都没有机会 一路的锁到底 因此安国长这样 影响到了今天 同集团当中的安格 同样一开盘 即将空洞上涨停之后 瞬间杀到了跌停 一路到底 使得神盾 神盾上个礼拜 列入的处置股 在今天开高走低 尾盘杀了跌停 新顶也是同个家族的 今天如出一车 同步都开高走低 而且锁跌停 子东请教你 这个大场面 在新春开红盘之后 怎么看神盾集团的走势 我认为新春开红盘 相关的神盾集团 应该投资朋友 还是建议先不要碰 因为我认为 其实今天神盾集团 在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讲 因为在封关前夕 这些空单 可能心理压力承受不住 势必会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那神盾集团后面 可能也掌握到这种脉动 所以今天我们在封关前夕 给你硬拉 强迫空军做一个回补 那今天封关最后天 回补完了 神盾集团直接讲 好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目标任务 已经达成了 开始怎么样 开始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甚至我们讲说 干脆我们直接给散户 想接多少 我就接多少 弃之于不顾的那种态势 所以我认为 在封关前一天 其实他做这个动作 并不是先蹲后跳 那种走法 反而是新春开红盘 我认为这个目前为止 相关集团 应该都是没有大人 在照顾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投资朋友 还是要小心跟留意 天哪 来给个安国的分食 原来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这个先修理空军 给空军好看 然后主力弃之不顾 跑了 所以接下来 可能散户的压力就大了 在神盾集团的概念股 新春开红盘 大家恐怕还要再提高警觉 我们持续紧盯着 这是今天神盾集团的走势 当然新春开红盘 今天伪创 留给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 为什么呢 股价创下了将近半个多月的横盘 整理区 再搭配了Meta 上个礼拜公布不错的财报 跟财测盘中大涨了20% 如果AI还有戏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龙年 谁AI有机会 龙年行大运 关键我们请您上台来 怎么解Meta的财报 怎么看龙年的AI 好的 我想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上个礼拜 Meta跟亚马逊 其实财报说真的 主要是因为这展望 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龙年的AI伺服器部分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 应该说非常的成长性非常的大 那当然大家会担心说 是不是涨过头了 会不会开始做回档 其实我认为倒是不用这样的一个担心 毕竟我们看到 他所要花的一个钱还是非常多 我们看到像亚马逊部分 事实上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讲过亚马逊 应该是之前讲到什么 泥丝计划 对不对 这泥丝湖水怪 他用一个演算方式 他竟然可以这个这个调涨价格 如果别人没跟进 我就偷偷再把它降回来 用这种方式来吃 应该说来吃消费者 亚马逊人家真的很厉害 在用AI 他说他上季的销售强劲 主要是云端运算跟电子商务的 里面的怎么样 新生成是AI的一个功能 而且在假日的一个期 在假日季 这个他的一些什么会员季 那类的刺激成长 所以呢 本季的营收展望还优于预期 所以他盘后大涨嘛 那当然是礼拜五也是跟着大涨 那Meta也是礼拜五大涨的其中一档 因为他涨了两成 他更夸张 他去上修资本支出到300到370亿美元 这看起来是比台积电还要多了 那主客博说呢 要将要怎么样 继续投资AI的一个建造 投资AI 然后建造运算的基础设施 来处理更庞大的AI工作负债 但怎么样 员工人数不会增加 所以以后大家要失业了 很可怕 对不对 员工人数不会增加 他就继续 他宁愿把这些要花钱来请的员工 我拿去做AI 而且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礼拜提到说 其实Meta他要做什么 做这个通用人工智慧 哇这边要建起来的话 这是非常的可怕 那也包括其实在上个礼拜 事实上Google公布完财报是跌的 但是Google说什么 他的上季资本支出110亿美元 比预期98.23还要高 而且主要是投资在什么 基础设施的一个投资推动 那最大的是伺服器 其次叫什么 数据中心 是伺服器数据中心 其实差别就在于说 有没有这个网路设备 或这个所谓的一些储存设备 不过都差不多了 那今年将显著大于去年 他的资本支出 而且对于未来怎么样 他是发展是深具信心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云端大厂 这边提到亚马逊Meta跟Google 哇都要告诉你 我要加速投资 要投资更多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钱 他们要加速投资 待望最大社会者是谁 当然是伺服器啊 对不对 我们这边有这张这个字卡 这张字卡是这个 元大的报告里面所写到的 他们去预估 他说其实包括这些公司 微软啊 谷歌啊 亚马逊Meta 戴尔甲骨文Cowave 特斯拉 这些公司呢 其实你看到供应商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了 就一定是广达 英业达 微影 这个这一类有的红海 红海美超围等等的 你看一下哦 2023年 其实你看2023年 其实他全部加起来 这个是不是45台 这是45K台 我这边有写单位是千台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45台 就四万五千多台 对四万五千多台 这是一个45K台 你把它全部加一加 今年事实上怎么样 今年事实上多少 一整年下来是178K 然后呢 明年他预估是450K 也就是说明年的成长率 是怎么样 倍数以上 对倍数也不过 大概三百三百五上下 所以来到四百五十元 所以来到四百五十K 所以成长性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他会下单给谁 我们就没有看到嘛 就广达啦 英业达啦 对不对 微影 对不对 红海 美超围 就这些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 其实今年你可以想象得到 整个AI伺服器的需求 大的话 他们的获利就会非常强劲 OK 几乎重叠 最多的广达啦 英业达啦 都有重叠 没错 OK 这是AI伺服器的预估 但是个股程度不一样 占营收的比重不一样 你觉得最大社会的顺序 可能有谁 我最看的是微影 微影股价真的很高 其实我记得我们在去年 第一次跟你谈微影的时候 应该是八百多块而已 当时微影他就告诉你 法硕跟你讲 今年很乐观 没人相信啊 对 那时候没人相信 而且微影去年 在七八百块的时候 他还是一档高殖利率的股票 现在当然绝对不是 因为现在股价两千多块了 我们上个离 应该说上上礼拜 我刚才跟你提到 他叫做什么 ODM Direct 100% 就是说ODM厂 直接这些品牌厂 包括说微软 包括说Meta 我直接不透过品牌厂 我直接下给ODM厂 请你帮我设计 对 你帮我设计 我需要用的ASIC 需要用的一个专案的一个 这个伺服器 然后不管是有没有AI的 可能你帮我设计就对了 所以他能够赚的 就是跳过品牌厂 他多赚了这么一块的一个钱 所以呢 除了这个ODM Direct之外 最近的新闻是MWC 他要推出两款AI 边缘运算伺服器 是可以加速AI 他是我看到新闻 稿子写说可以加速AI 到底加速成什么样 因为MWC还没开始 所以我们也看不出来 那他说怎么样 要整并的帮AI加速的 第五代的英特尔的 英特尔的一个CPU 然后呢 另外也包括什么 AWS的专案 中东的专案 是今年开始贡献营收 辣马逊 没有错 我们来看一下K线图 今天其实我已经没有创新 可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来到2345元 对 当然这都是新高 所以已经创新高 其实说真的有点不好分析 但是我想我们用趋势方向来讲就好了 事实上整个趋势方向来讲 我们看外资在卖 我们看一下投信好了 其实投信呢 最近这一阵子啊 他开始把买回来了 其实外资在买 你来看一下外资 没有错 外资是一直在买 然后外资当然是比较长线 我们看我们看一下投信好了 投信刚好呢 这一波我们看到 应该在12月份这一段吧 12月份这一段 应该是这一两段的时候 是0056在初新始股 结果你看初新完之后 果然是低点 然后怎么就上来 其实我认为 当然这是很高价的股票 以一个中长线方向来讲 其实所有利多 所有AI的一个占比重最高 不管是网达 尾影什么之外 其实我真的 尾影应该是首选 尾影如果持续的创高 对于伪创 会有什么样子的连带效果 当然是正面的 我们回到刚刚志卡 然后先看跳 先跳伪创 伪创其实这个礼拜五 伪牙 大家可以知道 你不要说 你只看张慧妹在那边唱歌 事实上伪创伪牙 给了很多的资讯 非常的多 总经理也讲话了 这一句话是董事长林宪明讲话 我这个林宪明他说什么 他已经解决该处理的事业 他在讲什么 他去年把他的一个手机组装 对不对 那个在中国的厂 他卖给力讯了 印度的手机组装 卖给塔塔了 我已经解决了该处理的事业 开始迎接另一个更重要 更华丽的篇章 什么篇章 AI篇章嘛 对不对 这句话是董事长讲的 然后呢 这句话叫什么 今年AI三位数成长 是总经理讲的 三位数 所以他讲到三位数 让我们想到其实上上上上个礼拜 广达说AI保证二位数 你看把广达打爆了 我们今天广达只涨一点点而已 那怎么样 今天这个这个伪创 今天是大涨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 他是非常非常看的 这个部分看的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 伪创是B100 挥达B100基板的独家供应 这是当然这个说真的 这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过这郭明琪共 这郭明琪讲的 所以你看到 如果这样情况 你看整理完整 就往上突破 事实上前波高点 再把它缩小一点 前波高点 一百六十几块吧 一六一点五元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去年七月的高点 有机会过 没有错 他告诉你三位数成长 广达才说两位数 广达他那么开心 那他来这边的 就再等一等 会解套 会解套 对不对 那我们回头来看 刚刚的上一页的字卡 回到广达 广达其实我们讲过非常多事 其实如果以META来讲的话 广达跟微影占比是最高的 我们跟大家讲到 去年第三季微影就在占了 百分之五十的营收 广达也占不少 那广达部分呢 他刚讲的 AI伺服器保证双位数成长 这跟伪创比起来 就人家三位数你双位数 你可能心里就毛毛 不过也没关系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了 那下半年要大爆发 海外持续扩产 因为现在AI伺服器 绝对不能在中国生产 绝对要在海外 不管在越南 在墨西哥 在台湾都可以生产 集团全面的AI化 包括PC伺服器 还有包括电动车 我全部都要AI 而且呢 其实上个礼拜的新的新闻是什么 这个梁次正跟这个林百里董事长 他写了一个内部信 叫做要快速退变为AI的公司 你看其实老实说 你把这些这个讯息解读了 事实上跟刚刚伪创差不多 对不对 只是说一个说三位数 一个说两位数 但有可能是说三位数的 可能是怎么样 信心满满 说两位数的可能是讲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广达一直去年以来 有个问题就是 他晶片比较拿不到 所以呢 他可能讲保守一点 可是当下半年晶片拿到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到其实前破高点282块 我觉得过完年之后 其实要过都很容易 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对不对 那如果以他之前的预估来讲的话 因为下半年会变好 其实我认为 或许这个282块 如果下半年会变好的话 通常是提早一剂反应 所以可能是在 应该说在三到四月份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过282 理论上是如此 当然如果出现什么变数 这是不一定 所以广达 其实我想操作就是 比方说中长线看法 老实说这边跟282比起来的话 是相对低点 所以同样在这边 像寻求解套的 你就等等 一定会过的 没有错 然后回到这个 这个下一张字卡 技嘉部分 技嘉我们也讲过非常多次 今年的5月 去年的5月15日 我们看下一张的字卡 下一张这个图表 这张是我在讲技嘉的时候 跟大家讲 大家都忘记以为 技嘉你做板卡 你做这个板卡 有什么好做 你做电竞有什么好做的 其实不是 技嘉散热很会做 技嘉的网站上面告诉你 我们也做气冷 我们也做开放式回路的易冷 水冷 对我们也做什么 寂默式易冷 也因为他这么会做的关系 回到刚刚上面那张字卡 因为他这么会做的关系 其实他跟辉达关系非常密切 这他把它拆出去 应该去年还前年把它拆出去 叫做子光是叫技刚 我跟辉达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 密切到你广达 还拿不到晶片的时候 我就拿到了 所以去年 你看到这个去年 我没有记错的话 技嘉光是这个伺服器部分的业绩 是破五百亿元 其实光达去年下半年 你每次看到这个月 这个月不到百亿 那个月 那个月又差一点 那个月又差一点 只有一个月 比较好一点 是在于说 那个月笔电出货出的很好 所以呢 相较之下 现在变成说 市场是这样的传言说 有晶片我先给技嘉 可是下半年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下半年晶片都出来了嘛 然后呢 我们刚刚讲的 散热技术全面 你要气冷 我也有 你要易冷 我也有 你要进默式 我也有 而且大家如果有兴趣去了解 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进默式还有两种 一种叫单项 一种叫做两项 对不对 我都有做 为什么我都有做 因为我都有做的话 我才能提供给这些品牌厂 你要我要做什么的 我都有办法做 对不对 另外当然最新的新闻是 他要发表AI电竞 Notebook 要支援WiFi 当然我现在跟他讲 其实我买了一台AI PC 买了AI Notebook 我也不知道能用什么 但是迟早有东西可以用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K线图好了 事实上 他是距离前高相对比较近的 对也快到了 其实说真的 以这今年的发展路程来讲 应该我觉得过的机会很高 其实我们看一下 最近最近投信拼命买 对不对 只要投信还在买的话 事实上 我就往上再冲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 应该说董事长做对的方向 你看同样做板卡 对不对 其实台湾很多做板卡公司 我们扣除掉华硕 他什么都做之外 什么印太也做板卡 对不对 很多做板卡 有这么厉害的公司吗 没有了 因为迟影的股价相对的比较高 已经是千元俱乐部的会员了 违创一百多块钱 广达两百多块钱 技嘉三百多块钱 要你选空手的人 我就要去拼他会过前高 你会选谁 其实我觉得都会过前高 但是我觉得当然现在看起来 最便宜可能是违创 对不对 那违创尤其违创 我说真的 我今天我在礼拜 我看到这个三位数成长 我觉得真的说 真的都流口水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选违创也是OK 但是高价股的话 我可能选择就是选这个违影 因为我觉得违影 他或许因为他两千多块 他可能走的比较慢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四星都多少钱 四星四千多元了 应该有机会 这个冲到第二名 或甚至我想去跟这个四星 我想接近的机会 非常的高 了解 好谢谢冠金 请回坐了 告诉大家 AI谁有机会 龙年行大运 圈圆俱乐部 以及百言俱乐部的题材 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说到了金龙年 到底开春长什么 四大族群子东说 现在长相都相当的美 怎么样找指标股 休息一下子灯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